你好,今天是换了新发型之后的第一个视频 你们觉得我这个刘海剪得怎么样 我自己好不习惯啊 我刚才打开手机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这个画面里的人不是我 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个发型就长得都跟之前不一样了 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近视眼镜 我的眼睛一个是350度,一个是400度 然后可能是因为眼睛比较敏感 就我每次戴隐形的时候就会很痒很难受 所以我一般平时还有像拍视频的时候都是不戴隐形眼镜的 这一副呢是我之前一直在戴的眼镜 然后也是你们一直问我的 是在实体店里买的 其实它这副眼镜不是特别的适合我 因为它的宽度是比我的脸要窄一点的 一般来说我们挑选眼镜的时候 要挑眼镜的宽度跟脸平行 或者说比脸稍微大一厘米 就是戴一点点这样子的 戴太多的也不行 选择这样子的眼镜呢 就会显得我们的脸比较小一点 跟选择鸭舌帽的帽颜是同一个道理 你们看我新配的这一副 它的这个宽度和我的脸基本上就是平行的 然后镜框呢会比原来这个要大很多很多 所以这一副戴上去之后真的超级显脸小 然后这个眼镜呢 我跟你们说它是特别特别适合圆脸来戴的 我们都知道圆脸要选方的眼镜 但是又不能太方 就是像这样的 它总体来看就是一个方形的 但是下面是这种弧线的 这个设计就是会显得下停更长一点 然后上面是有两个棱角的 但这个棱角并不是说特别硬特别明显的那种 你们肯定要说我又不是圆脸 给你们示范一下 这样子脸挺亮的吧 然后戴这个眼镜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真的 而且还显脸小呢 是吧 这一副是透明框的 我这次一共是配了三副近视眼镜 除了刚才那副是打算日常戴的 还有两副都是会比较稍微特别一点 就是会更加适合凹造型啊 或者说是搭配一些衣服 像这个它就是那种透明粉色 其实是透明的白色会更火一点 但我觉得这个粉色的话会比较特别 它的这个粉色是那种淡淡淡淡的那种肉粉色的感觉 然后近腿也是粉的 就是这样子一副眼镜 我觉得透明框的眼镜真的超级适合拍照 我其实还有点想再去买一副这个同款的白色 我觉得也会挺好看的 真的好看 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喜欢 第三个是一个黑框眼镜 但它其实并不是纯黑的那种 它是有一点点透明的深灰色 我其实一直都是挺想买一副黑框眼镜的 但之前买的这两副它是不是近视的 是平光镜 然后我之前买的这个镜框 就感觉戴了都不是特别的适合我 这个镜片有一点反光 就是这一副呢 它是有一点太大太黑太圆了 戴上去之后就我也不用说了 反正你们看 人就是有点傻傻的那种感觉 这副黑框其实我觉得它还可以 但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还挺小的 然后像这种黑框眼镜它的存在感就特别的强 因为它这个线条是很浓的嘛 这一张脸然后就有两个大大的框 然后就两颗小小的眼睛 就是这个眼睛就显得更小了 所以我这副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我还是挺想要一副黑框眼镜的 所以这回就又尝试了一下 然后这一副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圆的那么圆 然后线条那么的粗 然后也会比这个方的要更小一点 整个镜框会更扁一点 再加上它是半透明的深灰色 就不是这种纯黑的 就在脸上的话就没有说有那么浓的 两个框的那种线条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副还是挺适合我的 这副黑框的话 我觉得是会更适合普通人 大多数人戴的 然后它的宽度也是跟我的脸是平行的 应该比我的脸要大一点点 会显脸小戴上去 然后也和粉色那个一样 真的很适合凹造型 就拍照很好看 新的这三副是同一家店的 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近视镜片的问题呢 反正我也是都是在同一家店里面搞完了 比较方便一点 如果要在网上配镜片呢 就可以先查一下眼睛的度数 然后再根据这个信息去挑选镜片 挑镜片除了度数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折射率 一般来说折射率越高 它的镜片就越薄 然后价格也是越贵的 但这个折射率呢也是跟度数有关系的 就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 然后来说两个妆容上的事情 虽然我是化妆小小小小小白 但是因为好多人私心问我 然后我就是有一点点心得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眼镜妆 其实我觉得你戴眼镜不戴眼镜 你化妆其实还是一样的 就是假睫毛不要贴太长 不然会刮到那个眼镜片 然后就是这个位置 修容可以稍微打重一点 因为这样戴了眼镜 就是可以看起来更加深邃一点点 而且我们这里就算修得很假 也没关系 因为戴了眼镜它也会遮住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鼻头一定要好好的修一下 戴了眼镜之后 如果鼻头不修容的话 我觉得就是像我的话 就不是那种小翘鼻 我就是有点顿顿的这种大大的鼻子 所以如果不修的话 这边鼻头就感觉是一大坨在这里 一般来说就是会这两边阴影 稍微给它多打一点 还有就是下面这边 就让它看起来稍微小一点点的那种 还有一个也是有很多人问我的 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鼻拖经常会压到这边 蹭来蹭去的 然后脱妆和服粉斑驳什么的 就特别的严重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就是像近视眼 戴眼镜都是戴一天的 你这边就算脱妆什么的 也根本没有人看到的 那就只能这一块底妆不上 或者说是少上一点 虽然这样子这边可能会比脸的 其他地方要黑一点 但其实你眼镜压住了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像我平时上粉底液的话 都是用这种粉扑的 一般来说我就是 先用粉扑压完脸的其他的全部的位置 然后粉扑上还有一点点那种粉底液的感觉 然后再来轻轻的压一下这两边 还可以在定完妆之后 用手指再摁一下这两个位置 多摁一下 把这个粉摁实 这样的话就是脱妆会 情况会稍微好一点点 但如果是皮肤特别爱出油 或者说夏天我们这边会出汗的话 那其实就只能在外面多补补妆了 就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但我觉得就是眼镜它会遮住 就没有太大关系 今天的眼镜就分享完了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调到适合自己戴的眼镜 这个刘海真的 就是我今天录视频的时候 一直忍不住想要输一输它 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留 我留汗了 有点真的很不习惯 那就先拜拜 拜拜 今天就这样啦 拜拜 我们下期